台湾宣布开放美猪美牛 美国白宫发推特一致叫好 副总统彭斯指出 这是总统川普如何向国家兑现承诺的又一个例子 也为进一步经济合作打开大门 国务卿蓬佩奥也推文欢迎蔡总统的声明 为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开了大门 更赞许蔡总统的领导力 白宫发言人摩根则转发白宫新闻稿 表示这是美国农民和台湾消费者的双赢 美国农业部长和国安会也都发文赞许 美国商业部长罗斯更指出 移除这些贸易障碍 为我们双边关系带来更多机会 蔡总统随后也在推特标记蓬佩奥等人 感谢支持台美经贸合作 更分享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推文 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台湾的支持 而美方的其身支持不只有高层官员 参与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契也发声明表示 强烈支持美国探索和台湾签署FTA的可能性 好几位重量级美国国会议员 也都呼吁洽签台美FTA 而根据外交部统计 在不到24个小时 美国两大党和政商学界已经有高达74位人士 公开表达对蔡总统新决策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相关的法规 尚未跟国际规范完全接轨 成为台美经济进一步合作的障碍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美猪美牛的议题上 跨出关键的一步 将是台美经济全方位合作的重要的起点 请大家跟我一起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从美方的呼吁到蔡总统的谈话 不约而同指向台美经济合作的更多可能 争引多年的美猪美牛议题 一直是政治人物烫手山芋 蔡总统却放手一搏 有学者分析主要是因为蔡总统 已经没有连任压力 今年初大选又得到民意的极高支持 还有极佳的防疫成果 加上国民党再也抗衡势力的趋向衰弱 种种因素之下 让蔡总统考虑开放美猪美牛 期望在整体国家利益上取得平衡 昨天蔡英文总统宣布了美猪美牛要开放 那么现在经过了一天之后 很多问题都在发烧当中 当刚才我们看到美国的官员说 24小时过程当中 好多人都说赞赞赞 这对于美国当然是好啊 请问美猪美牛开放之后 对台湾真的全面都是好吗 有一个疑问的是 为什么政府设立了1000亿的基因在等着 他们到底想要帮台湾做哪些 美牛也好 美猪也好 对台湾真的完全没有影响吗 瑞德哥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当时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都无法解决 现在蔡英文总统解决 真的是最好的时间点吗 我希望蔡英文总统呢 他身为总统也身为民进党的主席呢 能够公开出来为这件事情 向养猪协会等单位呢 至少鞠个弓道个歉 为什么呢 蔡总统先道歉 因为当时曾经确实给国人承诺 说事情要跟人家沟通嘛 那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因为压力大到没有办法 我讲白了 为了国家 为了台湾的未来 没有办法 压力大到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个现实 国际现实 我跟你讲 那个压力大到 可能让台湾的经济毁于一旦 我跟你讲 为什么大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嘛 那所以呢 先道个歉 在所谓的江湖道义上面 我们必须确实呢 跟他们交一下 但是要说 政府会为这些猪农做什么 这才重要嘛 对不对 刚刚主任人讲的没那么多啦 没有1000亿 100亿啦 100亿的相关的这个养猪的 这个等于说产业基金 那这个基金 产业基金至少显示出政府的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国内的 国内台湾滴好吃 台湾滴肉好吃 所以呢 但它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你那个养殖基金 确保台湾滴肉 所有全台湾所有的猪农 你绝对不会血本乌龟 也就是说我们的台湾猪肉的收购价 一定在这个所谓的生产成本价 一公斤65块钱以上 你就是说台湾滴肉会变小 对我们比较贵 但你告诉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现在很多的这个猪农担心说 你有莱克多巴胺 有瘦肉精的这个美猪 进来猪肉进来以后 大家都去吃便宜的猪 我告诉各位 如果这样的话 现在就吃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占台湾的进口猪肉 第一名不是美国猪肉 美国猪肉是第三名而已 然后美国猪肉还贵 为什么呢 美国猪肉事实上 如果是没有还瘦肉精的 美公斤的售价是78.9块 我们台湾是100块以上 那它是78.9块 但你要知道 占第一名进口猪肉的 加拿大一公斤只有61.3块 那如果你要说价格的话 那大家都去吃一个加拿大猪就好了 所以美国猪肉早就进来了 对美国猪肉 它没有瘦肉精的 本来就可以进来 零减出的已经都进来 那现在我们的大家事实上 比较 大家斤斤计较 耿耿于怀的是在 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嘛 那其实呢 美国牛早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开放进来 有瘦肉精的啦 那时候就已经开放进来 这次只是把30个月以上的成年 那个美国牛也开放 过去没有开放 是因为美国一律 有所谓的狂牛症的问题 那现在已经都没有 那么问题了 10年过去都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把它开放 所以美国猪肉 重点来了 我刚才说的是极小 所以呢 不会因为美国的瘦肉精进来了以后 我们的 他就抢了我们台湾猪的市场 你说美国的豬肉嘛 美国的豬肉 没有瘦肉精的 有瘦肉精的 还是很贵 有瘦肉精的价格还是78块美公斤 所以呢 事实上不会因为 它的价格的部分就抢了 因为它整整比这个 加拿大的61.3块还要贵啊 所以美国猪肉进来是零减出 事实上现在是零减出这个瘦肉精 但以后是可以在10ppm 就是国际标准啊 所以以后叫时候 明年1月1号以后进来的美国猪肉 是可能有 对 所以但是 你会分两种 一种是有瘦肉精的 一种是没有瘦肉精的 有两种啊 有两种啊 那但是问题是 那么美国的猪肉在台湾没有竞争力 我告诉你 说一个简单的理由 像我个人很喜欢这个 鸡香肠的这个 黑猪肉的香肠 香肠 对吧 香肠香肠 那台湾的黑豬肉好吃嘛 台湾的猪肉好吃到 不管你是梅花猪 还是猪肉 它好吃到 连一比例猪都没有我们好吃 一比例猪超贵的 对 可是问题是台湾的黑猪肉 其实比它还好吃 你知道吗 但是世界没有那么有名 你说台湾猪肉都没有你听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跟20年前 一个很可恶的这个动作有关系 台湾猪没有够吃 所以有人从中国大陆 走私那个种猪啊 小猪啊 小猪 结果里面带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口蹄翼 进来了以后 造成台湾到处口蹄翼 那时候很可怕 沿着高速公路 很多地方有口蹄翼 这猪瘟啊 那猪就死掉嘛 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是沿着高速公路 原来是因为载租的车子 都沿着高速公路 二十年了 台湾在那时候 还没有这个口蹄翼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进口到日本去的猪肉 高达几百亿 因为这样 弄起来 二十年 一千斤就没在贪 今年 一直等到今年 我们拔针整整一年 今年终于高级的猪肉呢 又外销了 我们开始外销了 像日本 像未来新加坡 包括这个 等于说很多国家 包括澳洲啊 我问你嘛 如果你只是这个 所谓的价位取舍 那你台湾猪凭什么外销 凭品质外销啦 所以呢 事实上我就告诉各位 那么不用怕就懂 那我跟各位解释 简单解释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 你懂不懂 很简单 美租议题 所谓的瘦肉精 不能进来 在国际标准下 不能进来 这个议题啊 已经变成卡死台湾 我们跟美国签FTA也好 还是我们要进很多的国际的 这个相关的国际 因为进了这个 比如说进了这个 RCEP进了什么 他们里面的人都免关税 他们里面的国家都免关税 我们进不去 进不去以后 台湾没有竞争 你就继续 你就继续 你就继续一条 你知道吗 那台湾因为自己本身 在这个国际官兵 都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打压台湾嘛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跟你说 不用三年五年 台湾都再见 你所有的出国贸易 你全部都没得跟人拼 你的影响 连美国 包括美国日本在内 你都再见 这个就是不能让美租的议题 永远卡死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当年 那个杨志良 他当卫生署长的时候 他也不要让美租进来 结果他在接受媒体访问 说他不让美租 你知道多讽刺 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在听 他在不接受媒体说 他不会让他进来的时候 记者突然冲过来说 你的总统马英九 已经宣布 美租有瘦肉精的进来了 你知道吗 他自己本身还不知道 卫生署长还不知道 他是主管单位的长官 他不知道 他的总统马英九 已经宣布进来了 因为那个压力 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不过我就说过 因为美租不好吃 他有一个不好吃的 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取而代之台湾的温体租的原因 议员那照这样讲的话 美租就不好吃 虽然不在这里销 大家也不要买 因为市场已经 到了一段时间 已经都了解过了 那美牛的话 三十个月以上的进来 那美牛这次也没有讲说 在内脏要进来 对不对 美牛其实并没有引起 很大的争议 现在大家比较争议 是美租进口的部分 租的部分 对而且其实 其实美租已经有进口 只是说现在的美租进口的部分 是没有莱特多巴胺的 现在是零减出的 对现在是零减出的 将来会有一点量的进来 他现在要开放 明年元旦开始 就开放要十PPB的 那现在大家在针对这一点 在做抗议 那顶多相对德哥说的 就顶多蔡英文总统 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猪农抱歉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跟你们沟通 先通过 因为压力实在太大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 这是第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只有这样吧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可以检讨 因为虽然说 刚瑞德哥因为他是媒体人 他可以就现在状况 去去做这件事情 做做分析 但民进党 以前在国民党时代 他是非常抗拒 美牛进口的 他那时候针对国民党 美牛进口 是也是用十PPB 作为瘦肉精的含量 民进党是说 一定要坚持零减出 那个时候的立法院 就现在立法院副院长 蔡其昌 那时候讲说 他说我们明明就有 比较健康的肉可以吃 为什么我们要吃 有瘦肉精的 那赖清德讲的更狠 赖清德说 如果连国民健康 都不能把关的话 那这种时候可以下台 蔡英文也是自己上街头的 所以我现在 因为时间不够 如果说有五分钟 讲这样太精简了 因为民进党的抗争 我记得非常清楚 后来欧洲的规格 一出来对不对 就按照欧洲的规格 民进党就停止 停止相关的抗争 欧洲的规格是2012年的时候 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说 那个联合国有一个叫Codex 实际上我刚讲抗争 不是2012年前发生的 2013也有 到2016年 那些像赖清德 他们都还在反对 林又昌 潘孟安都还在反对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先道歉 不能说为反对而反 一人的意思就是 之前民进党坚持零减出 现在竟然就放松了 第一个是零减出 我先讲完了 这个东西我先回复一下 民进党的抗争美牛的部分 大约是在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美国给压力 我们要扩大对美国的美牛进口 但那个时候 完全没有世界任何的标准 我们只是因为压力而要 包含那时候包含内脏 都可能在那一波要整个进口 但那个时候坚持是零减出 当时是这样 那时候我们根本就是 因为全世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标准 所以第一波的抗议是在那个时候 2012年 国民党现在一直在讲的说 民进党霸散的主席台 是在2012年3月的时候 我们针对美牛的部分 那个时候在2012年的3月 世界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法典委员会 其实针对于多少的 这个莱克多巴胺在人体里面 是一个容许的 完全没有 是到那一年的7月 所以进出来之后 民进党也接受了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委员 自己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说民进党表示 不再坚持瘦漏金零减出 不再坚持2012年 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民进党双标 你要把前后的状况 2013年之后都还有 你要把前后 陈其迈是什么时候骂的 2013年我讲给你听 陈其迈是什么时候骂的 潘梦艾是什么时候骂的 之后骂的 元之我跟你说 2013年我们不是针对美牛 我们针对美猪 在美猪的部分其实很重要 就是刚刚瑞德哥讲的 因为我们的口蹄翼还没有拔针 我们还没有那个时间 如果我们让美猪进口了 马上会冲袭到我们的猪肉市场 有特殊状况 是 所以我们现在 第一个口蹄翼已经拔猪了 就像大家讲 这么有名的什么伊比利猪 都比我们的台湾黑豬肉还要吃 对 所以我们当然有信心 所以为什么在昨天总统宣布之后 包含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个100亿到底要干嘛 你说也许你可以说 总统为什么没有去跟猪农沟通 我觉得因为他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意大利太大了 对 但我们有一个时间 从现在到明年1月1号 要实施之前 这一段时间就是要用100亿 来让我们的猪农能够更好 包含我们外销的所有的配套 包含我们养猪 如何让我们的猪农 他在养殖的过程的品质 还有这个存活率能够更高 这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你是这样说你有麻烦吗 我觉得他只是讲的部分 其实那时候很多民 今天今天那个谁 他们的立委林苏芬 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为什么 林卓水 他们以前立委林卓水说 民党不要再凹了 就出来道歉 林卓水出来 你们双标民众都看在眼里 不是说简苏芬很会讲话 然后凹了过去了 因为他们以前抗拒美牛美猪 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再来就是昨天的盐洛方 盐洛方跑出来讲说 你过去马英九朱立伦 你们那时候不是也说美牛要进口吗 然后你干嘛现在抗拒美猪 拜托叫牛跟猪就不同东西好不好 那叫国民党着视金飞 而不是一样 第一个牛跟猪就不一样嘛 第二我们国人吃牛跟吃猪的分量也不一样啊 有很多人是不吃牛的啊 但是猪在国人的使用 分数是比较大的嘛 一年要吃到三十五公斤嘛 猪对猪农的影响也比较 因为台湾比养牛的少 然后我们养猪的户也比较多嘛 所以现在对云林线的冲击 对屏东线的冲击 对高粮的冲击呢 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民进党立法院多抗争多厉害 他就是希望国民党跟他沟通嘛 结果现在有跟议会沟通吗 没有啊 也没有跟立法院沟通 也没有跟养猪农沟通 直接一纸行政命令 就说明年元旦就要做了啊 那时候大家抗拒服貌的时候 不是说立法院黑箱作业吗 那为什么现在要开那么大的事情 一句话都没有沟通 马上就宣布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不要就是说 每次自己要做都一副就是正义凛篮 然后别人做的时候就骂成那个样子 这就双重标准吗 我补通一句就好了啦 我觉得美牛美猪确实是贸易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不可否认 那马英九时代也有遇到啊 你们不可以反对吗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有 那个民进党政府的时候都有 但我们的配套措施到底做了什么 包含刚刚我们讲的 在国民党在还没有莱特多巴胺 在人体存在的这个标准 存在国际还没有检验 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要开放 我们当然会担心你到底要开放多少 后来国际进党 那你现在有了 你现在有了 我们国际的这个标准 也是会非常健康 因为我们吃猪的量就是比国际上大 所以你坚持零减出 就是不要进来不开放回来 再来我要讲一个 民进党不是在国民党的时候的要求 是零减出 在民进党的时候变成可以了 因为我们2012年7月的时候 这谁执政 就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啊 我们自己民进党党团说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接受 但我们可以认同这件事情 但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拔针 我们希望牛猪分离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讲了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那时候还不适合 让美猪进口 因为我们自己的猪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现在的状况 也许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沟通 就是说包含国民党如果可以给我们良好的建议说 猪的部分我们给猪农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给他们多一点的资源 让我们的猪更有经济力 配套给一些建议也蛮好的 对大家好 是啊 邓老师如果照这样看 两边的立场都不太一样 也许有着式经费 也许有对于所谓的健康的标准 可能大家都不一样 那到底怎么样做最好 这个本来这个很多政策 他都要随着主客观环境来做改变嘛 当然对民进党来讲 他过去是反对这个美租进口 但是刚才舒培也讲了嘛 当时是2012年3月 没有一个标准 那个标准是在7月份出来 第二个当然很关键的是 这一次美国 我们强调蔡英文提到的是 台美之力的FTA 那经济部长王美华也强调就是 CPTPP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区域的一个经济组织 因为CPTPP里面成员 基本上都已经接受了这个美租的进口 只有我们还没 对其实我们还没有嘛 就我们如果要加入这个阵营里面 我们当然要跟其他的会员国 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 那当初马英九在2012年的时候 也没有台美的FTA 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也做了某种让步 但是我们有换来东西嘛 所以你也觉得我们是有让步的 当然是有让步嘛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从阿扁到马英九到蔡英文 大家都其实你看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一般民众的反应 来英的民众当然就是爱在骂什么 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主流民意 并没有那么大的排斥 感觉好像没有很大排斥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些猪农 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强烈反应 为什么因为猪农知道 我们台湾的猪的品质好 知道台湾民众不会去 对这个美猪有这种奇怪的味道 就像我们知道蒋经国时期 那时候开放火鸡肉 当时养鸡叶子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就后来证明什么 这名那个火鸡肉现在只有在加益 那个鸡肉饭才有在吃 而且那个火鸡还是我们自己养的 好像大卖场也有 也有啦 很少人吃 因为一般我们吃那个鸡好吃 对 不一样 不一样跟一般我们台湾的鸡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其实我认为就是说 这次美国只是说 我们台美的经贸关系这么密切 你应该要开放 至于你要不要吃多少 那是你们的事啊 那我觉得台湾民众也很聪明嘛 自己会判断 大方老师 这样子等于就公布之后到明年一月份上路嘛 似乎在很多细节配套的部分 刚刚原汁议员有讲啊 好像民进党政府没有想得很透彻 好像还在拟定当中是这样吗 没有 当然第一个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追踪 我们不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是卖场 现在都规定一定要有这个来源地 就我们现在很去餐厅里面 你哪怕去餐厅吃牛排 他就告诉我这个牛排是来自于 澳洲纽西兰还是美国 因为他我们知道有些人他 其实我们一开始很多人说美牛 大家也担心嘛 瘦肉精 可是你看现在去美牛 你去看那个Costco那个大卖场 那个美牛多少人吃 而且很多人认为美牛好吃 因为他的这个油花比较多 听说好像比较口感好 好对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好吃与否每个人见仁见智 但是你要标注来源地 这是必要的产地 讲清楚 对但是猪肉的话我们现在比较担心 就是说可能有些是再制品 例如说香肠 你说美国猪肉做香肠 对对对 做肉货 对做肉货 会不会有这些不肖的业者 可能把它混杂在 因为美猪一定价格比较便宜 而且里面可能就像你讲 还有某部分的莱克多巴胺在里面 所以就变成说 我觉得这个政府要怎么去追踪 我觉得这次为什么大家会比较 没有那么反应那么强烈是 因为我们经过这次的 这个口罩的事情之后 大家对于政府的追踪能力 大家是比较有信心 那当然这个东西一定要掌握清楚 但我也必须要讲 今天如果有业者 你被人家发现 你有这个混的情况之后 我相信也会遭到民众的抵制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般的业者 我相信不愿意去为了这个 去砸自己招牌 但是不排除有一些不肖业者 所以也就是政府要怎么样让民众觉得信心 那这点来讲我觉得 还要在让大家有更多的说服力 杰明哥如果按照这个议题来讲 你觉得还有很多力有无代的地方吗 还是刚刚原汁议员 纯粹只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提出一些想法 我不认为原汁有什么说错的地方 事实上其他真知点第一件事情 就是那时候是蔡英文现在都在 蓝营现在都在放那个带子 就是蔡总统当时还是主席的时候 曾经要求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立法院通过 对被挖出来 绝对不能透过非人民决定 不能这么做 但是现在呢 它是用行政命令就直接通过了 现在这个带子是在放出去 所以这里面是有双标 那有双标的话我觉得就是去面对这问题 这也没什么好说 要来解释 我觉得就是把这事情解释 为什么是由这个行政命令 那主要原因是有科学依据 国际标准 你把这话讲清楚 有科学依据有世界的压力 因为当时在立法院通过的时候 事实上国际间还没有一定对 这个莱克多巴胺有什么 特别明确的一个数据 所以大家吵翻天了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真的 我同意政府应该要 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第一个真知点 第二个真知点 我必须说明一句话 马英九当时通过美牛之后 我们确实跟美国是有谈双边投资贸易 这个保障协议 可是蔡英文执政之后这四年 美国没有跟我们谈 投资双边保障协议 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 如果投资的时候 大家彼此有保障 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概念是这样吗 我们都没有谈 目前都没有 所以这个没有谈完 所以马英九时期有 蔡英文时期没有 所以那时候通过美牛的时候 其实双方还是在撮合 可是那时候美国拿到牛肉的时候 他要猪肉 所以谈了几次就没有谈下去了 所以蔡英文总统 这一次真的是妥协 当然这里面有时空背景 就是我们的猪已经拔针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猪已经变得是 有机会能够逆势去出口 所以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可是我们说实在话 这件事情我们非常关心 原因是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 是国际间就已经把 莱克多巴胺已经设定了一个标准了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道理 不接受美猪进口 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那个数据完之后 韩国跟日本 韩国是很抗争的 但主要是针对牛的部分抗争 猪是还好 日本是稍微有抗争 因为日本人也吃猪肉 所以那日本政府直接就定了 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就是美国猪就是美国猪 日本猪就是日本猪 然后接着他们开始一连串的做出 就是大内宣 就形容他们的猪有多好吃 对 然后找一些明星 然后拍那种电影 说哇 你看这个猪肉下去 那个油花 还把那个猪取了很多很多 很好的名字 那当然现在其实在日本 你美猪是卖的不是那么好 日本也吃自己的猪肉而已 连台湾人都爱吃日本猪肉 所以你就是说 当时日本政府是贯彻 就是美猪的所有的讯息全部出来 而且他们是两套标准 就是日本的国内的猪 依旧不能放莱克多巴胺 那么美国猪可以容许10个PPM以下 但是必须标示清楚 那意思说如果有厂商混了 那个厂商你就死定了 就这么白 那我们就这么搞就好了 我们就跟日本一样做就好了 你台湾现在绝对有可能 因为现在所有的食品来源 你基本上都是可以追溯的 你从你进口进来 你就可以堆搜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商品都有条码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不销厂商 真的混了一定抓得到 我跟你保证绝对抓得到 像你这样说美猪没有问题了 就过关了 这样做就好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句话 就是加拿大也进猪肉进来 加拿大的价格贵 也比我们的便宜 依旧卖的不是很好 那你知道我今天特别去卖场 你知道我看什么 我看到米 我们今天那时候进WTO的时候 不是有个白米炸弹客吗 说如果WTO完之后 台湾的米会被美国米跟泰国米占领 台湾的米会完蛋 结果没有 我今天特别去了这个超市 超市我跟我太一起去 我从头到尾 我看不到一粒米来自美国 甚至也没有泰国米 那以前说 搬运泰国米便宜进来台湾 就我们台湾自己生产泰国米品质 价格比泰国米高 但是我们是想买台湾的 所以连通路都找不到 所以我才知道我们要有志气 人要有志气 我们要比台湾猪还要有志气 我们台湾猪很有志气 是我们的民众 某些政党还没有那么有志气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当时鸭、鹅还有这个米 当时是竞争多厉害 我还记得那画面 白旗飘飘 如上烤皮 好像WTO一进来的时候 台湾米业就完蛋了 结果不但没有 而且我们现在米质的精良程度 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外销 如果真的外销起来 我的米一点都不输给日本 所以当时的真值点 现在唯一的 就是蔡英文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两件事情 他如何说服台湾人说 你不用担心 有莱克波安的猪肉 绝对不会混到你的食物 如果你有买的时候 你一定会买 你一定会知道你的猪肉来自哪里 就像现在我们去超市 你很清楚你买的是澳洲牛肉 纽西亚牛肉 美国牛肉 我想一般民众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回来这件事情就是 当时现在蓝英所放的带子 蔡英文是不是要解释 为什么那个时候 他说要经过立法院通议 现在不需 而且所有的立法委员 是到了总统府才知道开放 虽然我是认为 这有点玩笑 因为事实上三周前 因为我非常盯这件事情 为什么盯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不再开放猪肉 我们就倒大煤了 怎么样倒大煤 我这么说一句话 有人预估 这次选完之后 川普为了抵抗中国的势力 到这个亚洲地方 他可能回头会来参加TPP 很可能 美国介入整个亚洲地区的经贸 对很可能会来参加TPP 然后呢会怎样 因为日本一起联手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 以美国 以日本 以中国为主的这个亚洲的 这个自由贸易 跟以美国跟日本亚洲的 这个太平洋贸易 他一定要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认为这件事 如果你今天不做这件事的话 你基本上以后的状况是什么 现在已经出现了嘛 我们工具机多好啊 结果我们现在卖到美国 结果我们要瞌睡 韩国跟日本的工具机 卖到美国不用瞌睡 我们的纺织品 卖到美国要瞌睡 日本跟韩国的纺织品 卖到美国不用瞌睡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非电子业的所有的零组件 我们所有的这个 甚至我们的面板 如果我们不是透过 当然现在中国也瞌睡了 以前中国跟美国没有瞌睡 我们面板透过中国到美国 我们可能部分的零组件 是不用瞌睡 但是对不起 从台湾可能部分产品 你就要瞌到睡 所以那刚刚包括 像是未来的衍生的 包括汽车零组件 还有电动车零组件 这些都是跟未来有关系 非电子业的东西 我们只要卖到美国 我们就是遭受不平等待遇 那我认为这件事 我觉得政府要做的话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这个辅导核实 也还要谈 因为你今天克服了这个美猪 你只是美国点头而已 你将来加入TP 你还是要日本同意 所以辅导食品这个部分 恐怕也是他要去面对的问题 但我要跟大家报告 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台商已经回来了 台商问问 美商跟台商问一个问题 像蓬佩奥 他跟美国的这36州 要求这些企业 都来投资台湾 可是这些企业能来台湾投资 就是Facebook Google Amazon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科技业 不用关税 因为就有WTO WTO里面的条款说 所有科技业是免关税的 可是如果这是他们传统产业来台湾 他问一句话 我来台湾干嘛 我来外卖回美国 我要磕税 这问题现在工具机群出现 我们就差那致命的3% 那更何况你知道 我们的autobuy 卖到东西是磕10到15% 所以为了我们的autobuy怎么办 我们没有办法从台湾卖出去 只好到那边去设工厂 那设工厂完之后 他要求说 那你零组件到了这个东南亚 一样磕10到15%关税 那你就逼着我们连零组件的工厂 都要移到这个东协去生产 那我们当然就会发现到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出口多可怜 65%以上都是跟电子业有关 那其他产业没有 那我们要提到这件事 我们现在石化业的东西卖到美国 卖到欧洲 卖到日本 跟他卖到这个 因为我们跟中国有切一根法 所以我们石化产品卖到中国是不用磕税的 我们卖到亚洲磕税 但问题是现在国际间的石化水准 已经逼近到 我们台硕是全球第三大的 这个石化的这个生产产商 我们的中油也是排名前六名的 我们的石化的能量是很强的 但问题是各国也在起来了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各国谈磕税的话 当他们的产品的品质 跟我们产品品质一样 可是我们要磕3到20%的关税的时候 请问一下我们这些有没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就是说我终于感谢民党政府 终于头壳清醒了 愿意在这个时候做 你越晚做台商会问一件事情 我回台湾干嘛 我生产东西 我既不能卖到东协 我也不能卖到日本 我也不能卖到韩国 我也不能卖到这个美国 难得现在美国对中国跟香港 已经磕5到25%的关税 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但回不来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全国的民众都知道 当时白米炸弹客 当时的鸭农 当时的刚才瑞德哥讲的那个什么鵝肉 现在这么一件事情 事实上我们的鸭肉自己做的 我们鵝肉还缺货 对不对 跟那个鵝不一样 那它是火鸡啦 那回来今天是我们的米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一句话 我们真的要比我们的台湾猪还要有志气 苏北议员要补充 是不是国民党要更有志气一点 还有包括了 稍后回来继续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党产继续追 当然要继续谈的是 原来美猪美牛政策开放之后 是为了更多台湾不同的产业 重点是要台湾要继续的往前走 我们稍后回来 走进猪卷关心养猪户 国民党主席将启程大动作 带党内干部前往花莲 访视养猪业者 再对蔡政府开炮 口蹄一扒针已经好不容易扒针 二十几年外销了 因为现在又搞这个 真的下来对猪农 对一些产业真的是影响非常大 一纸公文一个命令 就是说我就是要台湾 你讲的沟通沟通 你讲的谦卑都没有做到吧 到底这么急是为了什么 连我们最继续的养猪 他都不知道已经决定了 然后愿意他要辞职了 骂蔡政府开放美猪美牛 着势金飞 国民党连着两天 获利全开 整理出过去民进党反对开放 美牛美猪进口的影片 还泼出一张张绿营政治人物 抗议的图卡 讽刺蔡政府双重标准 来迎群起围攻 前总统马英九就痛批 蔡英文总统过去带头 反对开放美牛美猪 并以反出卖 反毒牛批评马政府 如今却在没有通知国会 也没有跟畜牧业者 沟通的情况下 扩大开放 应该为双重标准与法夹湾 向社会大众道歉 忧心猪农可能受到的冲击 农委会南下屏东 慰问养猪业者 陈青在陈青 身为猪农子弟的陈吉仲 带头呼吁消费者购买台湾猪 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步在脸书强调 台湾猪市占九成 绝对不会崩盘 且检验标准更比照日韩 每天得吃33片排骨 吃上5到10年才会超标 绝不让国人健康 以及猪农权益 受到丝毫影响 我是没伺地 但是我真的不了解 猪农有什么地方需要担心 但是其实一个政策下去之后 我想政府会照顾大家 百亿基金设立好了 但是是不是政府很清楚知道 猪农最担心什么 当然是这个 如果美国猪进来之后 它的价钱 被我们的猪被它受影响 然后大家都 金销的买 不是说销的买吃 对 那所以如果其实它的猪肉的品质 跟我们的品质就有差别 那就是刚刚杰明哥讲的 我起码要知道 我选的这是美国猪还是台湾猪 若像日本这样做 我们没你怕的 大内宣做好就好了 所以没有错 所以刚刚陈吉仲 陈珠惠就有讲的 现在所有的标示 未来所有的猪肉制品的标示 全部都要标示产品 现在其实也都有了 对 但有一些在制品可能没有 你说餐厅不下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所有 未来所有 包含你记得吗 我们现在过去 我们去餐厅吃牛肉的时候 他都不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吃的牛肉是澳洲牛 或者是美国牛 现在你去所有的餐厅 点牛肉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你 我的牛肉来自哪里 这就是一个要求 你刚刚说在制品 你是说烟腸 烟腸 肉串 肉串 那现在加工品 你怎么标示说他是哪里来的 所以你那个 你那个 那个产品标示的地方 你就都要求 全部都要求 将来要改 对 那这就是一个政府 执行这个政策的一个魄力 你如果要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你就要把所有 有可能要标示的地方 全部把它找出来 那政府可以要求厂商 必须配合 当然是啊 当然是啊 我们食品卫生管理法 其实就可以要求 没有问题啊 对 所以这就是 他刚才说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包含刚刚江启臣到花莲去看那个猪农 那猪农讲的非常非常好 好不容易我们口头口蹄意已经拔针了 我们的猪等着要外销了 对 人们也会说我的豬也要进货了 你的豬要出去 人的豬也要进货了 这是算一个好商 所以当你要跟人家贸易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必须 我们要互惠 要平等 那你说我们要零减出 可是现在世界已经告诉你 在某一个标准的状况底下 他是会让 他是无害人体的 那你就会 你就必须 你在跟人家谈判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天秤上面来谈 所以我们做了 我们对我们的猪肉有信心 比如说这个连胜文说 我希望这个蔡英文 不知道敢不敢像我一样直接宣布美猪不好吃 我想这个不用不用总统宣布 大家都可以讲 蔡英文总统如果讲这样的话 是有失他的高度 对 可是我告诉你 总统已经已经政策在上面 昨天政策宣布之后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类似这样的政策 其实我们的营养午餐 小朋友吃的营养午餐 因为他的标示上面 可能就会有问题 我们就已经选择我们的台湾猪 对 就是选择台湾猪 第一个也是照顾我们的猪农 让我们猪农的 产的最好的猪 给我们自己的子弟去吃 所以我觉得 在标示上面 这个部分是 如果在1月 明年1月要实施之后 我们一定要达到的 那接下来猪农的照顾的部分 如何让猪农更有竞争能力 我觉得这才是猪农应该最在意 袁智英我听了这样一轮 我觉得就只是你说的 没有道歉跟卓士经费而已 也不是啦 我觉得健康问题还是会有啦 不会有吧 因为现在民党一直讲说 是一个国际标准 但是就是我刚刚有讲 就是说台湾人吃猪肉 还是吃的比较多 也许同样的剂量在国际 其他国家他们吃猪肉比较少 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台湾人因为吃比较多 会不会产生问题 非常有可能 你知道那个莱特多巴胺 吃多了会怎么样呢 四肢肌肉占斗 然后甚至严重的话 会神经系统受损 会高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 民进党一直主张 不可以有莱特多巴胺 连一个都不行 零减粗 你一定要零减粗 之前国际长说10pbb 不行 要零减粗的原因嘛 要保护国人健康嘛 现在美牛进口的就含喔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讲说 我现在讲说吃 你美牛进口的时候含有 不能猪牛不分 吃猪就是吃比较多啦 吃猪 如果我们吃牛 不是你一直不听我讲话 我这样很难 这个现在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吃猪就吃的比较多 我们吃猪不只是吃的比牛多 还吃的比其他国家多 所以同样的标准 在我们国家吃猪可能就不适合吗 因为我们吃的会比较多嘛 不是说美猪比较好吃 辣味 但是你不能否认 就说像刚刚大家也有讲嘛 像我今天刚来的时候 我吃了水煎包啊 然后我吃了那个胡椒饼 里面都是猪肉 我怎么知道它里面的猪肉 是来自于哪里 你不想 那不可能标示啊 那不可能标示的啊 你怎么可能我买个水煎包啦 问他说你这猪肉是 是有瘦肉轻的猪吗 如果依照要求的话 我觉得未来业者 哪怕是摊贩 他为了要取信于民众 因为你如果被人家抓到一次 你不用再做生意 他可能把那个美国 就是说用烟的方式 把他烟到没有那个味道 问题是 你就是这样嘛 问题是你要盖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刚才有句话 因为他没有放学 没有这个烟割嘛 所以他的那个猪肉味道 不是你用那个压下去 但是他便宜的话 是不是为了成本考量 就大量买 然后用很低的价格 我觉得当然有几个方面 一个当然政府要加强查气 这方面 我们也要民众消费者 也要有这个意识 我们会要求任何摊贩 你要出事你是台湾租 第三个我们也要鼓励检举 如果你不是用台湾租 你冒用台湾租 那其他业者 摊贩旁边的业者也知道 也会知道啊 所以有风险要有配套 最主要还是政府的配套跟管制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到哪个地方去 他会说本场所是用澳洲和牛 澳洲什么牛 或者是本场所是用美国牛等等 以前是没有这个标志的嘛 那你必须要管制要去处理啦 那个政府的百亿基金 一毛钱都不会从猪笼这个身上拿 然后这个钱要用在未来 全部要用在猪笼的身上 包括这个你可能产业升级啦 或者是改行啦 或者是让他要稳定他的租价 国内的租价所以现在为什么 现在为什么中小学的这个学生呢 用的猪肉一定限一定要 那个所谓的国内的猪 国内的猪嘛 那除此之外呢 军中的你也一定要用国内的猪啊 你不能军中的副食品呢 福利站呢 你就去用这个比较便宜的 相关的这个也不行啊 也不行要求 那事实上呢 刚刚袁芹讲到那个重点 那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讨论过 好几年前国民党那个马英九 要开放那个美牛的时候 都讨论过啦 萊克多班吃多了 那当然对尤其是孕妇跟老人家不好啊 可问题就在于他的量嘛 那么所以呢 我跟你说 很多东西很简单 老百姓那张嘴是最刁的 很简单啊 刚刚说的那个 他没有放血 然后他又没咸对吧 台湾的猪好吃 有咸甜 然后呢 还有这个放血嘛 做地区嫁嘛 对吧 然后呢 台湾的猪 所以他品质非常的好 这个猪啊 那个 连胜文说 蔡英文不知道敢不敢 像我这样直接宣布 美猪是不好吃啊 那我不是蔡英文 我不是总统 我都可以说美猪就是不好吃啊 吃过的人 全天下都知道不好吃啊 我们的同学 移民到美国去 还是留学 你只要吃过 大家都知道不好吃 是因为不好吃 我还特别去买不好吃的吃 但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 倒是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呢 他的副产品 也就是加工产品 要小心 因为呢 当年周美清 周美清谁啊 那个 马英九的太太啊 当时周美清也呼吁啊 美牛有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的 也不能进这个 所谓的中小学的 这个营养午餐啊 对不对 但是当时就没有注意到 他的副产品啊 没有注意到 他的加工副产品等等啊 所以现在 现在就应该 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讲 那么 陈吉仲 农委会主委 他很有诚意啦 下去沟通啦 干什么啦 然后 这个总统府也讲很多 行政也讲很多啦 但是我们现在 必须要求 因为 那业人之讲的也没错啦 我们吃猪比吃牛多嘛 所以你的标示的部分 我们要求政府不能像以前国民党在霍西宁 你知道吗 国民党标示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那样标示嘛 所以呢 我们要求在猪资进口 尤其是有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的部分 一定要标示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 未来包括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这些只要有瘦肉精的 就算是加工品 复制品都不可以吃 这样老百姓才会心安嘛 因为这样风险我们全部都没有了 其实平常心说啦 我那时候国民党在帮 国民党要推这个美牛的时候 这些刚刚瑞德哥讲的 大家都讲过啦 就是 但是那时候民党就反对了 那我觉得那个也是之前事情 配套我们都会做好 但是问题是换了 换了执政换了潮 市场的选择嘛 市场的选择 那时候都讲过了 前进还是不一样 对 那现在是说 那你现在民党讲说 因为现在要推什么台美关系 要签什么经贸协议 然后猪肉有竞争力 马英九那时候也想要推TIVA嘛 所以国民党那时候 如果说美猪有 美猪美牛假設有过的话 我们的台美关系也会跟进一步 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不够力推不动 现在民进党够力就推得动了 他们要跟你谈啊 你知道那个时候 民进党为了要挡美牛的时候 在立法院抗争五天失业 发动猪农大抗议 那现在民进党是现在一副 就是我明年一月 我就要做啦 他也没有跟你谈的意思 那现在猪农发动了起来吗 你说美牛然后发动猪农 那不是很怪吗 对就很奇怪 就是那时候在挡美牛 可是民进党发动的都是猪农 为什么 因为台湾养猪户力量比较大嘛 民进党那时候就是发动猪农 去抗议美牛 对这是事实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大家都觉得 美牛这样子进来吃的不安心 我那个标准还没有定出来 到底怎么吃才安全 如果没有那个东西 大家会担心嘛 舒培你一直都讲错时间 其实那时候国民党推美牛 就是在国际标准定之后 不然怎么会有的 那你逼这个数字出现嘛 你去查新闻 你一直讲过时间 你那个查新闻 那时候还没有出来啦 对啊 你查新闻 你就是2012年3月的时候嘛 陈其迈的2013年3月都在骂马英九汉 我没有问题喔 2012 台湾的猪农会不会上街抗议喔 我不能代表猪农 但是我觉得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现在跟当时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这么说一句话 事情是 现在猪农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因为我们要讲 我们台湾的猪本身有自己的产销体系 而且我们台湾喜欢吃的猪肉 都喜欢吃是熟 这个热猪 温体猪 那你其实美猪来的 基本上都是冷冻的 所以它的这个进来的这个 就是通路上 它是有被一定的一个范围 所以就是说 就这些现在我们的台湾的猪肉的 这个产销体系来看 其实美的美国猪肉 要进入到这个体系来很难 因为主要是两大方向嘛 一大方向就是 很单纯我们这些家庭主妇 他们去这个超市 或者是去一般的传统市场 他很清楚这些猪肉商 他前面摆的就是一只猪给你看 都在那的啦 别拆了别拆了 那你超市部分绝对不可能违法 超市它一定标示的非常清楚 这个是绝对会这么做的 那餐厅呢 那餐厅其实他取得猪肉 他也要考虑一个问题是 他很怕那个客人一吃下 他就没生意了 所以所以为什么说你现在去餐厅的时候 他会标示那么清楚澳洲牛跟美国牛 其实美美国牛跟澳洲牛的口感 也也不一样 常吃的也都知道 其实常喝可口可乐跟白色可乐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些猪农思考的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随着这个沉积重开始反攻日本 或者把这猪肉能够到欧洲去卖 因为我们猪肉的这个质感很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我都一样 像我家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猪蹄膀 那猪蹄膀最好吃 当然有人喜欢吃它瘦肉 但我要吃猪蹄膀一定要吃它那个皮 因为那个皮里面才有高度的那个 我们知道对人体很好的一些 一些要件 所以但是你要吃到美猪 对不起你美猪拿到那个已经是冷冻的猪蹄膀 你吃下去就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次不会发动 那我当然知道就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提示这个双标 可是我要说一句话 那你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稍候一下 所以台湾人的嘴巴够雕 不用担心猪肉没有竞争力 稍候回来 虽然小义总统宣布这个美猪美牛开放 但是看起来大家似乎都很了解 现在台湾的民众意识也增加了 嘴巴也叼了 所以大家认为说没在怕 对我讲个简单的例子 像我这么说一下 我以前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是用打字机在打字 对因为马英九说嘛 卓氏金飞嘛 但是如果说以前我们打字机 现在谁要用打字机啊 那以前我们看电视机是那种大的 现在谁在看 现在甚至你看三十二寸都太小 你现在要看到六十五寸了 我觉得时代在演变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科技的速度也非常快 那我刚才谈到这个百亿基金 其实我们在WTO过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于米农 对于鸭基 我们都有提出一个特殊的基金 就是要过渡那个时间点 那当然你要叫陈其中 把这个百亿基金讲得很清楚 他绝对不能说 我估计大概四个方向 第一个一定是巩固我们的 这个就是产销体系嘛 第二件事嘛 就是打这个品牌嘛 就是可能这个云林打出什么 什么梅花珠啊 什么花莲打出什么 酒囊珠啊 他一定是开始走入品牌化嘛 把它包装 对一定是这样嘛 第三个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东西呢 开始想办法就是补 就是不能补贴 就是补助 想办法把我们的猪流开始 反攻这个其他国家嘛 做国际行销 对 他一定是做这个国际行销嘛 我们这个很成功啊 我们现在连芭樂都打到美国了 十几年了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种 有那种虫啊 会带那个子过去 带那种那种幼虫过去 这样子平虚牧业的概念啊 第四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叫做国际宣传 就是你这完之后 你通过这方式 来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美猪进来了哦 所以台湾猪是实际上可以屹立不咬 他一定用这种方式的法医 在这几年反而不但我们美猪 我们台湿不但会增加 而且销量会增加 在背后一件事情是